立法院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处理国会职权修法复议案 由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报告被寻 但是蓝白在野党立委火力全开 开栓行政院提复议根本就是反民主的独裁行为 民众党总召黄国昌更是怒轰行政院带头造谣 国民党总召傅昆琦则是针对人事同意权以及藐视国会罪 气到多次拍桌怒骂场面相当火爆 气到多次连怀拍桌 国会职权修法复议案全院委员会登场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报告被寻 一上台国民党团总召傅昆琦就没再客气 四三次还不算有实施讨论 以后民进党推出的法案要在本院通过 那我们看要几次讨论 报告委员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国务旗要废置 不满遭指控没实施讨论 傅昆琦搬出数字回击 周荣泰火气也不小 而谈到人事同意权和藐视国会罪 两人再度唇家舌战 播出民进党官员反咨询片段 却遭周荣泰狠酸回呛 傅昆琦瞬间爆气 拿出行政院赋予理由主意反驳 其他在野党立委同样炮火猛烈 怕你一个霸装打过来 是小面虎 被爱甚至语言 就叫你是反民主主才行为 已经建立司法权的职权了 所以将来我们还有 院长您现在还兼司法院长吗 连凡上阵 聚聚见执着院长 而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 则为了官员虚伪陈述罪行 由谁来叮夺气氛开杠 说去法院就会可以行者 这个怀疑就是主公的认定 我有请求 我不是直接的插话 这是礼貌尊重 没有关系啦 刚刚有直播 话说到一半 频频被打断 华国昌高分被标骂 国会之权修法 复一大战 一场内激烈交锋 卓院长夜 稳稳接招 解采同杨岳达台北报道